Hello各位小姐妹们 我是迪迪 你们在我们这里买了手桌之后 你的手桌到底要经历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才会成为一条成品呢 我们出售的是一个毛皮定制的手桌 第一步呢 师傅首先会检查一下 这个手桌会不会有一些 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没有展现出来的一些内在的细小纹裂 第二步的话呢 再跟我们的客服确认 客户需求的圈口和调形 然后再去看看这个手桌 到底适不适合做到这一个圈口 或者调形 如果以上都OK能过掉的话 师傅就会进入一个加工的过程 经常有小姐妹会问我说 弟弟你们家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艺啊 或者是我取货到底要多长时间呢 其实我们家做的全部都是一个精工的冷泡 因为手桌在摩擦的过程当中 它会出热 出热之后如果你继续打磨的话呢 就会对这个手桌品质上会有损害 所以我们家都做的是精工冷泡 在泡的过程中一旦手桌发热 师傅马上就要停下来 等到这个手桌自然回温到正常的温度之后 再继续去打磨 经过这么多的一些工序之后呢 这只手桌就会变成一只漂亮的成品起货 送到姐妹们的手上了 所以呢再次跟姐妹们强调 我们家做精工冷泡 一般的起货时间呢 是三天左右哟 不要再催我们吃货了 点个关注 点个赞吧